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尊敬的段师兄 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你 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好多年前我公公婆婆在家里发现了一条蛇 结果把人家给打死了 也是一直不知道 后来拿那个蛇去扔垃圾桶的时候 发现好像垃圾桶旁边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我婆婆有点意识到不对 和她姐姐说了当时的情况 她姐姐说有麻烦了 后来的几年 家里一直不睡 家人一直生病 无缘无故的吵架 东西也少了 家人出车祸包括子女也有事 我婆婆也没有说出真相 我还一直以为自己体弱多病 自己老公出轨 很多事情发生 直到遇到一个会看阴阳的有点神通的人 看了婆婆她自己 家里也看了 然后马上告诉她 有一条蛇精一直在家里 我婆婆才想起多年前的事 后悔不以大哭 后来请人来做法 把那个蛇精赶出去了 但她第二次又来了 说还有一条小蛇难过 原来当初打死的蛇是一条怀孕的母蛇 那个师父又把小蛇给赶出去了 最近一个月说家里好多了 蛇赶走的时候家里的墙也倒了 据说是从这个墙里逃走的 师兄我想请教一下您 这样赶走就可以了吗 当婆婆这次国庆告诉我这事 我马上拉着她一起跪的忏悔 求蛇菩萨饶恕 我想问一下 这样赶走了就可以了吗 还需要怎么样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